再看現在投手球上的是誰 又是球了 那棵樹了 鎮田樹了 鎮田樹在前面8局投了111個球了 日本人真的是 他們是150球才算 他的一個底線 左外野新农牛隊換上了蘇建榮 徐嘉賢非常休息 今年沒有投手玩頭過 不要說玩風 打線都不錯 完全沒有任何的投手玩頭過 這個半局鎮田樹要碰到的 就是他今天比較難以解決的潘武雄 潘武雄前面三次打擊 兩隻單打 這個好球 就突破自我 對啊 也許是鎮田樹說 我要解決潘武雄 我也許啦 還有這種fight 那種鬥志 沒有辦法解決 可能就會換頭所以不一定 一好球 兩壞球 一好三壞 一好三壞 金投了 115顆球了 比較勉強 怪者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潘武雄 出身的四壞球寶宋 同時這也是正年數 這行比賽第一次 到了九局下半 投出了第一次的四壞球寶宋 還沒有要換 有的時候 該換不換 有可能是 對方有製造大局的機會 也不一定 打擊輪到第三棒的陳蓮宏 進入第四個 陳蓮宏前面三次打擊 兩次被三陣 另外一次是高飛騎生打一分打底 一個球 一個好球 其實也有道理 今天的中心打得三四五棒 打他的球 打得比拔 好 本來先先落地 挖地挖的壞球 變成一好一壞 很舒服 相信這個決定也是正年數之前 可能也很想 對,不然… 對,我而樂也不大有自信 速度也不夠快 三壞方向強襲彈跳球 三壞球接到先傳二壞風沙 再掃一壞 打破普雷 陳蓮宏今天悶到爆了 兩次三陣一次雙沙打 不過也有唯一一分的打點 對 不過這個時候 鴻醫師 要起來的時候 卻打了一個雙沙打 變兩組局 這個球正好打得有點強勁 對 林中南這個球 穿得稍微有一點甜 威娜斯穿過去 穿得準 你看看 差點穿一個滑球 還好李一全是有接到這個球 兩出局了 打幾輪到的是第四棒高國慶 同一次對最後的機會 第一個球是壞球 正田樹投了120球 不換的道理 就是中心打得 他今天解決得真的很好 沒有半自然的 球數是一號一話 而且休息得夠久 球迷也可以猜猜看 今天假設如果一服新龍贏的話 MVP會是誰了 正田樹跟謝嘉賢二選一 這一棒打到右外野 非常深遠 右外野手 追不到了 這個球像是 變了新的女朋友 回不來了 HOME BLOCK 高國慶 揮出了陽春全雷打 本機個人第二號的全雷打 也是高國慶職棒撐牙 第49HOME 第49HOME 第49HOME的全雷打 反向攻擊 沒有煥浪正田樹 這邊愛了一HOME 這話又說回來 要不是那個三分泡 如果是3比1的話 真的是 VP的可能性是蠻大的 對 變高的一個變化球 這個高國慶 反方向的紅不浪 對 正田樹 來台灣之後 被打得第一支全雷打 這球打得很好 對 反向攻擊 就在他已經投了121個球之後 出現了 投一個球就寒深了 有什麼 吃奶的力量 對 吃奶的力量 對 武士大部分有精神 兩號球沒有壞球 黃甘霖的打擊 這個球揮棒落空 三球三陣 再見三陣 中央比賽最後 新童牛隊 是以6比2 四分之差 擊敗了統一師隊 中斷了統一師隊的五連勝 新童牛隊自己是中斷了二連敗 同時 正田樹 中央比賽是完頭獲勝 也是今年中華職棒第一個 完頭獲勝的投手 第一個完頭勝的投手 他一空投了125個球 我們先休息一下 大家再進行球評時間